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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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的枝叶就像人的血液一样珍贵 可是偏偏有些树就可以适当的贡献点汁液 比如漆树 漆树它能过出一种漆叫头漆 我们叫头漆也叫国漆也叫生漆 那么这个呢是一种很好的天然的头料 这个头料可能和离我都有关系 我们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它能做出漆工艺品 漆气还能做出精美的漆化 这一幅幅树树树树树如生的作品 绘画材料就来自七树 九月下旬细温骤降 凌晨五点 七将徐慧成整装待发 准备歌曲一年中的最后一道期 徐慧成是当地一位赫赫有名的漆讲 三十多年的歌漆经验让他知道 生漆品质的好坏和当天的天气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沿路上徐师傅还会特别停下来采摘一些树叶 在他眼里 这树叶也是歌漆的一种必备装备 没有这个树叶就结不上一滴漆 这些树叶是用来干什么的 为什么没有它就取不到一滴漆呢 树叶慢慢流出 让人奇怪的是 有经验的漆讲从不收集这第一刀割出的漆 开割第一刀叫放水 那么放水呢也会流少量的漆 但是漆农一般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是它这个流量 第一个它流量很少 而且呢 而且呢 它流出来的这个水分居多 所以漆农一般它不接 都不要 开出第一个口后 要让这棵漆树休息五天 五天后再在原有的第一个刀口上 进行第二次开口 这时候流出的漆就要收集了 再休息五天 再进行第三次开口 以此类推 每隔一次增大一点 到了收漆的时间 把事先准备好的树叶插在刀口底部 等待收集漆液 眼疾手快 是一个优秀漆讲必备的本领 从开口到流出漆液 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 因此开刀后 树叶必须立即到位 刚刚割下的漆液是乳白色的 与空气接触后 会慢慢变成虎斑色 进而再变成黑色 过去都是三五十块钱 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上涨 已经达到了一百五十块左右 我们这些大户 一年过期逛这项收入 能达到三至五万 同时还在这个林下 种植这个牟语 又能增收一万到两万块钱左右 一桶桶生漆 经过反复的过滤研磨后 就达到了做七工艺品的标准 芳大树 巧取部位好赚钱 芳靠树种紫微 巧取部位花 俗话说 人活脸 树活皮 有没有一种树 是没有树皮 还照样生长的呢 紫微树就是这样 一支由江乐县林业局技术人员组成的搜寻队 将运用无人飞行器 搜索这座大山里的一棵上千年的紫微树 飞行器上的摄像头 能拍摄到这棵没有树皮的千年紫微吗 您看好了 这棵没有树皮的树就是紫微树 用手指轻轻抚摸树干时 整个植树都会微微颤抖 好像很怕痒一样 因此也得名痒痒树 飞行器起飞的同时 搜寻队伍也进入山林 茫茫山林中 竟然出现一个如此美丽的世外桃源 紫微花花期比较长 从六月一直会开到九月 因此有百日红 满堂红的美誉 原来这是一家苗圃 工人们正在采收紫微的果实 让人羡慕的是 光靠紫微树 他们每人每年都有三项不同的收入 也不用出去外面打工了 在家门口都可以 都有事情做了 我现在连我老婆 我父母亲 在这边都有事情做了 大概也有 也可以多少人赚一点钱 在苗圃里打工 赚得第一笔收入 家里有土地的 又出租给苗圃 收租金 是他们的第二笔收入 现在我家里出租八毛土地 大概租金就是五千六百块 在自家山地上 种自己的紫微树 又来了第三笔收入 搜寻队伍继续前进 终于发现了这棵 没有树皮的千年紫微 那这紫微树 为什么会没有树皮呢 原来紫微树 不是没有树皮 而是年年会长出树皮 年年又会自行脱落 如今 这棵千年紫微 已被福建省林业厅 评选为紫微王 这紫微花够漂亮 生期的用途也真够广 所谓红花还需绿叶配 花开花落要结果 接下来树叶和果实要登场了 椰子咱们都认识 这是喝完椰汁 吃完椰肉之后留下的椰壳 有人竟然能把这椰壳 卖到几百 甚至几千块钱 这椰壳能做什么用呢 榜大树 桥取部位好赚钱 榜靠树种椰树 桥取部位果 喝完椰汁之后剩下的外壳可再不要乱扔了 因为它们将被派上更大的用场 这是椰子的果皮 这是椰子的果壳 骨壳 骨壳里面还有椰肉 椰肉可以做成很多诱人的小吃 从椰皮上取下的椰丝 可以做成经久耐用的椰绳 和结实的椰棕扫把 椰壳闪亮登场 这些漂亮的手串工艺品 椰壳是它们的原材料 工人们每人每天要筛选上万个椰壳 但挑选出适合做手串的材料 也仅有几十个 那什么样的椰壳 才能达到做手串的标准呢 椰壳的厚度决定了手串的价格 一般5毫米以下的椰壳被加工成工艺品 而5毫米以上的椰壳才被用来做手串 椰壳越厚 价格越高 哪怕是一毫米的差距 卖价也有很大的差别 5毫米的 几麦 80块这样 那个要是扣的呢 6点以上的 那是几百块 1000多 2000多 已经打完洞的椰壳也不要浪费 它们还可以做成活性碳 至此 一个椰子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 磅大树 巧取部位 好赚钱 磅靠树种 没片树 巧取部位 枝叶 红花还需绿叶配 枝繁叶帽却要砍掉 这个村子的人们就把茂盛的枝叶给全部砍掉了 这个枝叶是可以存繁利用的 而且是起枝不尽的 所以这里面的是一边生长 第二年我又采下来 那那是一边生长的枝叶 这个不是很好的枝叶吗 对中医药的发展 肯定有好处 煤片树是提取冰片的重要树种 冰片是利用煤片树的新鲜枝叶 经水蒸汽蒸馏及重结晶加工制成的 冰片还有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 龙脑 本草红木记载 本草红木记载龙脑有疗猴壁脑痛 耻痛 伤寒蛇出 小儿痘腺 通猪壳 散浴火等作用 想要煤片树 就要增加叶片的数量 被砍掉枝叶的煤片树 第二年会长出更多的分支 树叶也会越长越多 每年11月到来年1月是提取冰片的大好时节 在这里提取出的冰片将被运出 再次提纯加工后将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世界各地 用煤片树的树枝树叶可以提炼出冰片 用椰壳做成手串买出了高价钱 从花到果再到树叶 就连树身上流淌的液体都介绍完了 这树的上上下下还有哪能赚钱呢 没错 树干 可是咱们的前提条件可是绝对不能介绍木材 那树干不当木材使还能做什么用呢 你别忘了 树干上还有一层树皮啊 榜大树 巧取部位好赚钱 榜靠树种 厚破 巧取部位 树皮 俗话说 人活脸 树活皮 有人却偏偏要割树皮 而割下树皮后的树还照样活得很好 比如厚破 厚破的树皮是一种药材 但是要一张完整的厚破树皮才能卖上好价钱 那这一块完整的树皮是如何被割下来的呢 首先在厚破的底部靠近树根的部位割开一个圆形的口子 向上距离70厘米的距离 再割开同样一个圆形口子 在两道刀口的中间将树皮割开 一块完整的树皮就轻松地割下来了 我们舍后部的标准 就是说越厚越值钱 但是我们一般差不多有分三个部分 树兜下面是含药性最高最厚的 一般是在三十二三块钱一公斤左右 接下来第二部分就是那个树杆上 我们一般是在二十五六块钱一公斤 还有就是说第三部分就是树枝 树枝上的含药性是最低的 一般我们也收购了也可以收购 但是在十五块钱左右 既然完整的树皮才能卖上好价钱 可是人们为什么还要这样一刀一刀地划伤树皮呢 原来这样做就破坏了树皮的完整性 降低了树皮的价值 从而防止了偷盗行为 不过您也别担心 这树皮会卖不上好价钱 因为到了第二年 厚破树的裂痕就会自然愈合 再次形成完整的树皮 厚破树的树根是要性最强的部分 价格也是最高的 树根部分的皮并不需要太完整 但是要清除掉多余的泥沙 包下的树皮还要在太阳下晾晒 去除了树皮内的水分后 厚破皮就可以销售了 榜大树 桥取部位好赚钱 榜靠树种 牙柏树 桥取部位 树根 茶叶五花八门 红茶 绿茶 乌龙茶 用花做的茶 用叶子做的茶 你知道用树根也能做茶吗 陕西省黄龙县就出现了用柏树树根做的茶 这个它里面有那个摆墨那个特有那个香味 喝了一个感觉特别舒服 柏树品种很多 哪种柏树的树根能做茶呢 又是怎么做的呢 你像这个就行 这个可以 应该死亡年限在七八十年 这纹理 这个包姜 这个游戏应该绝对都没有问题 这叫牙柏茶 制作方法很简单 原料就是牙柏树根 但要求这种树根的死亡年限 必须达到七八十年以上 由于牙柏树死后的千百年来朽而不化 这其中的过程就是陈化 陈化好的牙柏树根 香味醇厚并且没有杂味 油分足 纹理好 密度高 是收藏的商品 这种品质的牙柏树根 就可以直接当茶来饮用了 这个挺香 这个就行了 这个就可以直接泡杂了 牙柏树的树根被做成了茶 卖上了好价钱 而牙柏树身上还有一个更赚钱的部位 就是牙柏流 这也是牙柏树柳做的那个平安牌 这个是四六 这宽是四公分 长六公分 还代表这个四季平安 六六岁 这是腰里边挂的牌子 柏树柳是柏树的预伤组织 是在柏树受伤后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物质 牙柏流近年来较为流行 常被作为手把剑 供牙柏爱好者赏玩 这个是做手把剑绝对没问题 它这个流体饱满 再来这个白皮 你看这个白皮特别薄 几乎没有什么白皮 这个油性也高 纹路的密度也大 这个就行 这个就不行 你看这个 这个流体看外体看很饱满 没问题 你看这个橙切片 你看这个白皮特别厚 你把这个白皮去掉 里边就没流花了 看不到流花 手把剑就看那个 闻那个香味 看那个流花越多越好 好的手把剑要流花多 纹路好密度高 这样的摆留 油分含量足 手感好 适合把玩 磅大树 巧取部位好赚钱 六个部位六种树 您选好自己想中的树了吗 如果您觉得这里面 还没有自己满意的树种 别急 下期节目 我还将继续为您介绍六种树 六种会榨油的树 好了 想来在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观众们的官方 在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 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后端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清浏览 感谢收看绿色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